南加州华人社区的年度体育盛事 第28届海华体育季 季第38届美国华人运动会 这个礼拜六上午的8点 将在圣安东尼山社区大学举办 不只三赛人数创下了新高 而且鼓励华人家庭一起来锻炼体魄 我们很高兴 好几个学校能够全校都来参加 特别是西来中文 它有500位同学 能够等于放假 全部过来参加我们运动会 那么另外就是说 今年也报名的事情也比较好 就是大家都提前来报名 运动会召集人高启正表示 活动感谢南加州各界 长期支持华人运动会 另外也肯定多家中文学校 师生与家长都一起来报名 踊跃参加篮球 拔河 赛跑等 多项体育竞赛 至于现金奖部分 是100公尺短跑项目 只要打破大会记录 男子10.9秒 女子11.4秒 就可获得奖金1000美元 各项竞赛依年龄分组 可培养运动健身的好习惯外 也鼓励发挥胜不交败不奶的 运动员精神 东西新闻 魏宽佣泳志 在洛杉矢的采访报道